可能你現在正在聽的是正向分析的時間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這個訂閱狀況 旁邊周末正在沒有生涯器 以及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也要訂閱 也希望大家幫幫忙把直播節目和致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輝日人類命》共同體 他就說四眼是輪流受美國指使造反中國橋頭堡 這個說法我是不同意的 為什麼呢? 其實好像摩總那些 他是不是受美國指使 我就告訴你 他也不會受美國指使的 我的看法就是 根據我知道的東西 這些東西跟摩總本身有關係 跟他的黨的關係也不是那麼重要 他的黨裡面也有一些傳統建制派的人 就算是摩總的時候 執政聯盟 就是澳洲的執政聯盟 他裡面本來有些人都是對中國比較溫和的 不過呢 他就搞到... 他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有些人就搞到你比較溫和的人就沒得搞的 那究竟是什麼人在搞? 是不是美國控制? 我不認為美國控制得到澳洲這些國家 因為你選完之後 已經把國策改變了 就是那個方向大致上是改變了 那你說是否完全咬回去之前 好一點的情況 那又很難咬回去 轉頭的 那現在這裡的情況就是 但是... 你說這個光頭戚 是不是... 就是哈佬勒神 是不是... 美國佬指使他 老實說 我不認為是美國佬指使他 他要... 他要討好美國佬而已 他自己做這些事情 他是想在美國佬找些... 在... 在... 在美國佬身上 我認為他是想找些好處而已 他是犧牲整個國家的利益 就是我的看法和你的看法很不同 因為... 很多時候... 那些領導人拆美國佬鞋 他們有其他好處 因為之前我們這裡有一個總理 都是拆美國佬鞋拆得很厲害 那美國佬鞋拆得很厲害 就安排了一個兒子 去美國讀大學 讀常春藤大學那些 就是... 就是這些利益的關係 就是我認為是 他為自己的利益去行事 就不是為了整個國家的利益去行事 不過這是我的看法 那... 現在當然有另外一些問題 就是... 現在是... Helen Clark 她說了是對的 就是... 一定之後的經濟是很大的問題 那... 這是一件獨家的事 因為這個現任的總理去亂參與 我們這裡搞一個新能源的項目 就現在是叫停了 其實... 其實本來已經... 有些人要去北京訓練 就是我們這裡有些人要去北京 我不是那個項目的一份子 我們一定要說 我在周邊有些活動而已 但是我不是那個項目的一份子 那個老闆其實很厲害 那個老闆很有錢 這個項目還有一些小老闆 不是只有一個大老闆 還有呢... 是把前總理放進去... 不過我免得說那個前總理的名字 本來前總理呢... 都是會去中國的 就是會搞一個很大規模的簽約儀式 本來... 但是呢... 這條陷家長亂參與 這個... 現任總理... Hello Luxon 亂參與之後呢... 這個項目是停了 現在是完全停了 是很嚴重的 那你說這些是否... 就是中國他按鍵就全部停了 其實我就告訴你... 我的分析就不是 但是... 他們也是猜猜一下 但是... 這些呢... 從來都是這樣的 你也要看看實際 在這裏做大生意的風險 因為其實真的是扔一大塊錢下來的 中國是扔一大塊錢下來的 就是中國那邊的partner 我不說哪些公司 是扔一大塊錢在這裏搞太陽能的 那現在... 結果呢... 這個project停了之後呢... 那當然會有很多問題 是很嚴重的 那這次... 這個project這樣停了 那現在所有合作方都是... 都吃光了 為什麼都吃光了呢... 全部都在這裡 其實只是接受一個訪問 只是這個總理接受一個訪問 其實據我所知 就不止一個project是這樣 還有其他project都是... 雷街坊 都是被他搞死的 其實是... Malham 0707 說 靜一賭米壽成 是的... 這個世界有很多這些... 就是... 自己說自己懂得搞經濟 但是實際上是不懂得搞的 胡亂說的那些人 是... 是即時見功的 這些... 即是食豬紅、柯克士 馬上見功 多快啊 所以現在是... 很難麻煩的 那... 這個project其實... 是... 全國都有... 一些地已經傾了做的 即是做太陽能 是... 跟... 養養的那些人 是傾了好 租地啊... 各方面 怎樣分... 發了出來的電 之後怎樣收錢 那些其實已經... 算好了 那些數字 現在就涼了在這裡 是所有合作方都... 全部都... 全部都... 因為... 這些project就... 這樣就... 那... 那... 為什麼會搞到這些project 走不了 就是... 因為... 胡亂說 其實... 那些合作方 都停了這些東西 我認為都是合理的 因為... 不知道之後的政治風險 有多大 因為... 你要放很多錢在這裡 還有一些東西 全部都放在你那裡的嘛 那些東西都放在你那裡 不只是錢啊 還有其他人才 各方面都放在你那裡的 那... 如果大家信不過的話呢 那這些生意是做不到的 一個現實就像香港這個地方 如果在香港的網友 就應該會明白 也要多謝萬聯極具娛樂星Piggies 就是... 香港是金融中心 不同地方的錢都要進來 但是... 也要相信你那些地方才可以的 就是... 你把錢放在這裡 是安全的 如果... 有一個人出來說 很危險的 那... 如果你說很危險 就是... 大家不相信大家 那... 如果大家不相信大家 那... 現在就搞到很危險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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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做的 那你算不可以的 因為印尼的電費很便宜 其實... 為什麼太陽能... 裝機呢 一定是在發達國家裝機上的好處呢 就是因為... 發達國家的電價是高的 你明不明啊 不是... 不是他... 陽光大 經濟體量大 你那個project就賺到錢的 不是這樣的 就是... 難搞的地方就是這樣 為什麼我說這個地方是... 最難搞的呢 就是... 你搞太陽能呢 你在國內都... 賺不到什麼錢的 因為國內的電價是很便宜的 你做太陽能的話 其實永遠都是做兩件事 第一就是吃補貼 在美國這樣 美國現在搞太陽能裝機那些人 全部都是吃補貼的 他除了吃補貼之外 還要賺那個電費 你也要知道 所以... 做新能源呢 為什麼中國製造太陽能板 去其他發達國家裝機 是大家都有好處的東西來的呢 就是因為... 你... 這些生產不到的 在自己那裡 其實發達國家 除了美國真的可以大量生產太陽能板之外 其實那些所謂發達國家 大部分都自己沒有辦法大量生產太陽能板 就算可以生產到 也沒有中國那麼便宜 所以... 永遠都是有補貼在這些位置 就像美國那樣 為什麼他們要補貼太陽能板的公司 因為... 不會有裝機的 如果不補貼的話 其實是... 他要... 在發達國家 電費貴的地方 你裝機都是要... 我們應該用裝機來講 國內的術語都是叫裝機的 都是很複雜的事 還有... 還有風力那些 封車那些 現在很多人都在搞封車 封車那些 要地方政府審批的 是很煩的 所以呢... 最初搞的時候 第一步一定是搞太陽能板的 這些是... 新能源要做的事情來的 他就說... 印尼買不起 是的 最慘的是... 其實... 為什麼... 發展中國家 很難... 將能源結構改變 因為... 太陽能第一 佔地多 其實太陽能很佔土地的 太陽能 不要以為太陽能 隨便裝得不是這樣的 它本身是佔用了一些土地資源的 你如果沒有辦法 裝完太陽能板之後 陰了的地方 你也可以利用土地來做其他事情 如果你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在有些地方 你裝了太陽能板 還要虧錢 尤其是那些本身 種東西可以賺到錢的農地 你強行裝太陽能板 你是在虧錢的 根本那些選資很複雜的 即是那些新能源的項目 你... 是要去很多地方 看究竟有沒有辦法裝 以及裝完之後 你要猜它究竟有多少電 會出到來 整件事都是很複雜的 還有... 你要計算一下 就是... 有可能... 什麼時候會打大風 多少年會有一次 如果是打大風 你要預算有些太陽能板 就會... 吹走了 那些事情 是... 成本是... 很高的 所以一定要靠補貼 現實就是這樣 因為我也講過現實 河虎就說今晚 納子都壓屎 真是怕離譜上場 其實全世界都是... 為了這件事情做準備的 就是... 現在... 大家都是為特朗普上場做準備的 那今次這件事情 是不是只是因為總理胡亂說 我認為不是的 就是... 總理胡亂說是一部分 但是... 他也是做了一些... 全家唱歌的 搞到整個項目就停了 每個人都站在這裏 也不知道之後會怎樣 整件事是很難搞的 整件事是... 那麼... 周蕭就說 南非太陽能是用分期三年去賣 其實... 那些發展中國家 其實很多都裝不起太陽能板 這就是那個現實 以及... 匯本太長時間了 這件事情是... 永遠都很難解決的問題來的 所以... 你說美國他... 為什麼要自己搞回自己的太陽能板 他當然是... 第一... 肥水不留別人田 第二... 就是... 他們... 本身已經做了一些... 技術壁壘 什麼技術壁壘 就是... 標準是不一樣的 他要求的標準呢 美國太陽能板要求的標準呢 那個外殼要... 實淨於大陸那些很多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他會有... Hurricane 他們的理據就是... 我有Hurricane 即我們會有巨峰 所以標準又不一樣 所以現在就... 很糟糕 帕王他就問我屋若有裝太陽能板 不知道有什麼用 可能走廊的電燈呢 就是太陽能板供應的電 其實... 如果你只是在一個屋頂上 裝太陽能板的話 那些電呢 就供應不了多少東西 以前呢 英國石油公司呢 他們都有做太陽能板 現在他們沒有做的了 以前他們有做太陽能板的時候 他們每個油站 我們這裡的油站 整個油站的頂 全部都是裝太陽能板的 那時候呢 其實... 我就問過... 英國石油公司 這件事發生了 二十多年前 說的 因為那時候他們建過油站 我又去驗收 那我就問他 究竟你那些太陽能板呢 就是發了那些電 可以... 給多少東西用 可以省多少電 大概呢 就是... 日間發到的電 只夠一個油泵 就是泵油出來的 是夠一個油泵 24小時泵油 其他都是... 基本上都是要駁到電網那裡 那裡 真的沒用 其實就是... 其實太陽能板 省不了多少錢 在很多地方都是省不了多少錢 真正做得很成功的 就是... 澳洲昆斯蘭 那些... 那些... 那些屋子比較大些 很多人放了太陽能板 整間屋子都不用交電費 為什麼會這樣 這也是有補貼才不用交電費 因為他們的Feed in Tariff 就是... 他們發了的電放去電網那裡 是高價錢收購的 是政府補貼的 如果是政府補貼的話 那就可以... 可以省到很多錢 但是還是要吃補貼的 如果補貼是很少的 那些數字是算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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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虎就說 其實香港很多地方 政府都可以裝太陽能板 但是都沒有做 不比做 我講過實情 真的 因為沒有意義的 為什麼沒有意義呢? 裝太陽能板 有很多地方裝太陽能板 一點意義都沒有 本身... 你... 那個... 回本的時間呢 可能是要... 六、七年 那其實已經不值得做了 就是在很多地方來講 這樣是不值得做的 那周蕭就說 香港裝太陽能板 很多都是... 駁入電網的 沒有電的 其實在澳洲也是 大部分裝太陽能板 都是直接駁入電網上 那他之前當然有很多補貼 尤其是在昆斯蘭這個州 那個Feed-in Tariff 呢 可以去到... 呃... 多少錢呢 大概是三四元港幣一道電 三四元港幣一道電 三四元港幣一道電 如果是Feed-in Tariff 是這樣的 其實這個數字已經是很誇張 所以那些人才能節省錢 其實就是... 那Jason Tam就是香港政府 裝太陽能板做樣子 效能很低 其實... 你要做這些solar farm 要做到有規模 做到賺到錢 你要計算一條數 找別人來投資 本身已經很難了 本身這個是技術活 去找別人投資 你也有成本 整件事是... 是一個技術活來的 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到的 好了 人家用了那麼多精神精力 去搞一檔這樣的事情出來 接著現在你就... 隨便說幾句 就收了所有人的... 所有人在這件事裡面的Party 都是投了大錢下去的 那現在... 現在就凍了在這裏 那就...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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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天台那些 應該裝太陽能板 我經常都說 其實沒有什麼用 就是說... 我說過的現實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用 你... 那些人說說 裝了會很有用 你... 真的... 就像周蕭那樣 一個十號風球你已經沒有了 其實... 下一次薄 都打爛了 其實是... 現實就是... 那... 那... XL就說... 上次在香港打風 有太陽能板吹下去 當然是每次打風都會有的 現實就是 這事情是沒辦法停的 沒辦法阻止去的 你想... 那標準是否可以高一點 好像美國標準 可以不吹走 技術上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 美國那些標準 做到太陽能板又很重 做到太陽能板很重 會有其他問題的 所以我就說這些不是這麼簡單 所以有些人覺得這些很容易 要隨便裝而已 一帶一路國家有很多可以買 其實是很難的 一帶一路國家很多的電費都很便宜 所以這些東西就是一個 國內生產很多東西 都不是純粹為一帶一路國家生產 是為全世界生產的 當某些國家要做一些貿易壁壘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搞的 我的現實就是 Jason Ham 說 我也試過裝有儲電的系統 不過組電池真的很貴,完全不值 除非你接駁電器去一塊東西 因為我也做過這些 他要接駁電器去那塊東西是很貴的 那你就可以用電池組再加太陽能板 但是 問題就是 你接駁電網 其實很多地方是越來越便宜的 他寧願你掛網 現在的電網公司其實是 所以 很難搞的 太陽能板和儲能那些 很難算到有成本效益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周蕭說 放在水塘和郊野公園便安全 是的 太陽能板那些 但是 如果放低的話 又有人偷 我們這裏的經驗就是這樣 如果你 放在一個位置 琴把梯可以拆下來 那已經有人偷了 這些都是很煩的 那算了 我講到這裏 今天的節目 其實主力都是全部講封面的一件事 我還收到一些消息 就是關於大埔 弘福縣 但是 我還沒有時間 過濾那些消息 那些信息 有些網友給了我 也有業主給了我一些信息 那弘福縣那裏 會持續關注的 雖然 那些節目沒有什麼看法 但是我覺得這些都是社會責任來的 就是關於大埔弘福縣那裏 我都會跟一跟 其實有些事情是很麻煩的 那 政棍分裂員說 今天聽到弘福縣那裏 可能會由鋪二四吋瓦仔 變成鋪瓦仔 價錢差很遠 其實對業主來說 其實我給了一個建議 在節目昨天的建議 是以言為詞的 最好的出路 對業主暫時最好的出路 就是 堅持 承建商 一定要根據合約做事 他買不到資料 不是藉口 因為他能下價 即是他下標的時候有價錢 那麽 那麽就會跟合約去做 我的看法就是 業主 如果有辦法影響 法團和顧問公司的決定 最好的做法就是 堅持跟合約的標準去做 即是下紫皮石 然後再游兩層油 因為他下標是 根據這件事去下標的 即是現在 說買不到資料 接著又要改 那麽 除非 省得到錢 除非幫業主省得到錢 如果 業主是一元都沒有省的 那麽整件事對業主也不公道 但是 當然 本來 這些應該在設計的階段 這些問題應該已經處理了 即是你做大維修 尤其是 最初想怎樣做的時候 尤其是顧問公司 其實應該一早就想到 那個外場的物料是什麽 而這件事 在市面上是可以打架的 應該是這樣 那 那 那 政運分裂員也留了言 我再說多一點 聽聞 雲峰業主大會討論外場的維修方案有三個 第一 紫皮石 修補加透明 油面保護 這個是 較早之前的事 第二 就是紫皮石 修補加顏色 油面保護 第三就是重鋪外場批檔和紫皮石 但這個是第三 正確的 政運分裂員就是 據聞承辦商 最初談好 用瓦子 但突然變成用紫皮石 但紫皮石是在合約上寫了 合約上寫了 用紫皮石 還有兩層油 這是合約上寫的東西 這個承建商 所以 在現在這個環境 對業主最有利的做法 一定是強力堅持 一定要承建商 跟合約做 這是第一條線 之後 你再怎樣談也好 一定是要有 一些債務 可以省錢 給業主 才可以批去改 改的物料 一定要有 省錢的可能性 才可以改 否則 你這樣搞 結果 肥了 顧問 肥了顧問公司 和肥了 承建商 如果 大家去看那些東西 看到好像 顧問公司 幫承建商打掩護 他們就 做了一些不太適合的事情 因為顧問公司理論上 是要監督承建商的 還有 那份合約是由顧問公司寫的 即是 我是一個獨立人士 我是不是 跟他們兩家有關係的 你想想就知道 他寫了一份合約 即是 是整個標書出來的 那間顧問公司 另外 那間承建商是能夠投標的 如果大家跟合約去做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大家跟合約去做 那就是 用合約設定下來的標準 反正你打了假的 是不是 現在你說要改料 改料讓業主有受惠才行 業主沒有受惠的改料 就是騙業主 我告訴大家就是這樣 那天下第一天就說 不是一開波就是講紫皮石 我理解也是一開波就是講紫皮石 從來都沒有說過是用瓦仔 用瓦仔是新近拿出來講的 根據一些資料的說法 就是 因為買不到紫皮石料 現在就說要改瓦仔 這是承建商提出來的 那我就問一個問題 你又可以打到假的 又可以下錶的 是不是 你下錶的價錢就是做紫皮石的 就跟那個去做 是不是 現在 其實對業主最有利的方案 就是 堅持一定要用紫皮石 如果他說幾個星期之後 買不到材料 現在沒有紫皮石 那大家坐下 聊一下 你用其他物料可以省多少錢 那省了那些錢是怎樣分 應該就是這樣做的 那證據分裂員就說 紫皮石和二四串瓦仔 價錢差很遠 那當然啦 這個我早就說了 紫皮石是貴很多的 早就說了 所以呢 有些事情已經太遲了 我也說了 你現在用 正路的方法處理這件事 可以嗎 我覺得可以的 就跟合約做 其實業主 如果全部業主都堅持 一定要跟合約 一定要跟合約去做 如果你要用其他物料 一定要拿出一個方案 可以省錢 那要重新估價 我也一定要說 現在 因為你再找回同一個承見商 那你在外面再打個價 其實就是 你再看看別人做瓦仔 做幾棟樓要多少錢 再平一平 他現在這個承見商做的事 價錢不合你 不合你的話 你整個剪掉都可以 因為其實你的合約 是你裡面有一個操作 你可以整件事剪掉 是不是 坦白說 如果是我的 我就會這樣操作 也感謝Blingling的支持 荷里屋問了一個問題 那間工程公司 用什麼物料來定價錢 我就告訴大家 這一部分 我一定要等大家細品 為什麼要等大家細品呢 因為牽涉到 那些 投標的那些 如何出股額 大家細品一下 哈哈哈哈 為什麼 這個承見商是第11低 這個價錢是第11低的 你就要想一下 你要細品這件事 為什麼有其他 承見商可以再低一點 你就想一下 你就細品一下 那這個答案 我遲些可能會公開說 但是呢 還是大家細品一下 想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 還有一件事 現在香港大維修 是越來越多的了 他也說 他居住的屋苑都開始做維修保養的事情 大家記得一件事 他現在選擇 這個弘福苑選擇的選項 其實理論上 就是一路永一的 但是 都做了一件事 這些就是沒有考慮過客人的負擔能力 為什麼沒有考慮過客人的負擔能力 這個弘福苑是老人屋村來的 嚴格來說 是居屋老人村來的 如果一個好一點的顧問 當然要考慮過 整個屋苑的負擔能力 業主立案法團 也應該要考慮過 整個屋苑的業主的負擔能力 現在我的看法 就是他們做了一件事 如果在其他行業來說 這些叫做打爆客人 是啊 他們是打爆客人 其實就是這樣 那 荷里沃就說 可不可以告公司 違反合約 要他賠償 那你這個是要細品 這個大家都是要細品 為什麼我現在最好就是堅持 根據合約去做 他說買不到料 你們堅持合約 那你就要想一下之後 違反合約的那一方是哪一方 大家都是要細品 有些事情 我都不能夠說得太明顯 如果說得太明顯的話 他會有其他方法處理 是不是 因為這裡是公開平台 我能夠說的就是 其實昨天已經說了 因為現在主動說 買不到料的 是承建商 那你當然是堅持我的看法 根據合約做 是不是 那佐特就說 紫皮石不見得頂多年 這樣的 他現在會多加兩層油 所以頂十年就應該可以 就是設計 他再多加兩層透明油 應該是透明防水油 應該是 理論上是可以頂多十年油多的 理論上 但是是不是靠紫皮石頂 我就告訴你不是 是靠兩層油 所以 那個紫皮石是否真的有用 如果真的 為業主考慮的顧問公司 我的看法 就不會用這些選項 你留意一下其他屋苑是怎樣做的 外場維修可以做得便宜的 就是油油 其實你也要考慮 去賣業主的負擔能力 不是說打破客人 就行 這樣打破客人 其實有點無量 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 我有一些事情 我都說是細品 對不對 我又說是細品 那麼 這個 揮人類命運共同 你說的事情 跟這件事有些差別 你說的遺標每一份 只是差兩元 第十一低價仍然標 不是 他那個情況不是這樣的 他最低標是很便宜的 我 有些事情 我一定要說清楚 最低的標 價錢 我看到的是三分二 這個是 我看到的資訊 所以有些資訊 我就說到這裡就算了 有些事情 大家就細品 好嗎 他法自在說 紫皮石油 不過很貴 是啊 所以就跟合約去做 我為什麼說跟合約去做 大家細品 你想一下就知道了 其實在一些屋苑做小業主的芒友 想一下就會知道 大家細品 OK 多謝大家的支持 明天早上 大家再見 拜拜 ㅋ OK 你的石頭 好嗎 你好嗎 Engagement 老師 你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